秀林鄉2023泰鲁閣族耕恩祈福文化系列活動 10月14日即將在水源村東方夏威夷遊樂園就職來辦理 而為了讓活動能夠有志工來服務 秀林鄉公所文化觀光科即日起開始來招募志工了 預計有25個名額 也歡迎鄉內的族人們一起來體驗部落的文化之美 花蓮仙秀林鄉2023年土鲁閣族耕巴里感恩祈福文化系列活動 志工贓募開始了 秀林鄉公所文化觀光客為了強化文化保存文化教育功能以及佔員的服務 依據資源服務法運用熱心服務的社會人力資源 以創造本所優質的服務水準 贓募人數預計25名而滿為止 而贓募的對象活動為志工 教室涉及就學就業在花蓮縣18歲以上的民眾 有服務學習時速的需求 熱愛外活動 活潑外向 身心健康 口齒清新 表達能力佳 具服務熱忱 奉獻以及負責精神 能為打造語言友善有空間 鄉內相公所表示 這次感恩祈福文化活動 10月14日將選擇在水源村東方夏威夷 熱願舊子全鄉擴大服務舉行 除了有傳統舞蹈之外 還有百年編織的人眼 傳統家屋 室內擺設的泰鲁哥祖 祖先在高山的生活情境和物品 活動當天還會有解說員來說明 並且邀請遊客和鄉親前來體驗 活動可以說是具傳統永遠文化意涵的活動 也希望熱血親們能夠一同來加入志工 共同來體驗部落的文化之美 記者 請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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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遊客